没有表演艺术背景 没有关系 没有创作背景 没有关系 只要你敢想象 我们就来试试看 动态捕捉技术 它其实发明出来的这个目的 就是为了能够把人的动作 表演等等的这些讯号 把它转成数位讯号 应用在动画 然后电影特效等等的场合 如何能让技术显现于无形 让观众所感受到的更多是内容的经验 或者是他觉得天啊 这么厉害的效果 或者是这么好的内容 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因为我之前在网路上看到一个影片 他就是在拍摄魔物猎人的画面 然后里面就有一个动作演员 他就跟一个塑胶的马打架 在PS4上呈现的就是 两只巨大的怪兽在打架 我觉得哇太酷了吧 他的特色跟优点我觉得是 就是很细心的在处理创作这一件事情 可以跟老师一起讨论想法跟概念 然后使用动作捕捉的这种器材 就是也得到一些技术的资源 然后是觉得创作上可以有 比较全面的一个理解 不管是跟文本工作 还是跟虚拟AR、BR的这种工作经验上 还有对于在这种经验上 我非常回去看身体的思考 所以在实验还有构思的过程中 我自己是感到很快乐的 以我的经验来讲对来讲很重要 非常重要 因为如果不是有这个计划 我现在不会是 我现在也不会是现在的我 我就是缺乏资源跟缺乏别人意见的一个人 不管是骂我还是夸奖我 我都会觉得非常需要 刚好这里有这个平台 可以让我接受到各式各样的声音 我觉得很棒 对 智翔组他们这一组有用到Trip G7T 要来作为演出的其中一个元素 现在AI的反应 他还是要经过一些运算 虽然已经很快了 可是对于即时演出来说 他有可能会是个问题 那时候我就有提出说 那有没有可能把他等一下 这件事变成表演的一部分 那我发现他们就很快就有新的idea 把它架进去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印象蛮深的部分 那想法组场地 我觉得真的是这一次 是他们这一组的一个非常大的特色 因为过去没有人这样尝试过 这个青年创作榜 本来就是让年轻人去尝试新东西 他们并没有那个包袱 他们更容易创作出新的不可能 虚实整合的环境 或者是数位叠加的环境 它可能需要留更多的时间 给参与者 给观众 有体验跟反应的时间 一开始在调本写作的时候 他们卡了非常久 他们基本上是图像式的 是非常故事性的 其实是没有把 动补这个技术真正的放进来 这个真的是调了很久以后 才慢慢调到现在 多鬼彼此交互关系的现象 我这次会来参加LabX是因为我希望 在给我自己在创作这件事情上的新的一次机会 就是我觉得在大学期间的创作 其实有一点不太纯粹 是因为它离不开的还是分数 LabX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它没有规定我们一定要是一个人完成一件作品 所以在我提出说希望可以带我同样一批团队的同学一起来到这里的时候 就是也被大家接受 看到它动补可以动起来的时候就觉得 哦 它活了 一起做一件事情的感觉很好玩 我做了一件我以往没做过的事情 我觉得这是学到蛮多的事情 也遇到蛮多的困难 但我觉得这就是相辅相承的事 它有就设一个年龄的限制 所以可以隔开一些已经具有经验的创作者 然后让我们新进的创作者比较有机会参与进来 算是我们刚毕业这样的创作者 还找不到方向 或是还没有想要进入社会当一个社畜的时候 有一个可以缓冲 或者是厘清自己到底还想不想创作的地方 他们其实并没有要求我们一定要做出一个非常完美的作品 而是他们更想看我们实验了什么事情 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什么 思考了什么 甚至碰到的困境是什么 缺了什么 他们之后才可以再挑战什么 反而这种实验跟开阔性 在这个平台上会让参与的学员 他有更大的弹性空间 其实我很喜欢回歌剧院 就是因为他们大家的人真的蛮好的 然后对我来说歌剧院真的很像在回娘家 所以我看他们回来 我都觉得这是我的孩子 第一个是我的好故事 我最好是我的好机会 我最好想说 我最好想要发展作品 在去年的时候 我有感觉到一个新的 是我想要把我创作的时程拉长 因为通常就是在一个补助系统里面 你必须要在十个月内完成一个作品 我只想要发展 我只想要做一个 我都还不太确定是什么的东西 但是我可以在剧院里面做 所以对我来讲这是 为什么我想要在LiveX发展一个作品的原因 我觉得我会推荐就是 有一个想法想要发展 但你不会想要在 今年或者是明年要把它做出来 你就只是想要发展 一直好奇 但是你有机会可以去扩大这个好奇 你也尝试用这个机会去找到同时 对这个主题好奇的人 他就像是一个基地台这样子 他可以发号这个信号出去 我觉得我自己会最在乎的就是可能 有资源的的益助 就是他支持你 他给你资源让你去做你想要做的尝试 然后你在这里面可以犯错 你可以做各种的实验 这个其实是很珍贵的事情 出 他们开始写 这非常有趣 因为他们打算 他在写上 在写上 我会写 所以我们感觉他会适合 这个作品的地方 我之前就是一个设计师 所以我比较不会去思考 所谓的创作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回事 那时候就看到了LiveX的计划 那因为刚好我在清纳的同学是LiveX的第一届的同学 这次好像比较不一样的是找了国外的两位来自里昂的法国的导师 光是这样子的背景之下就让我觉得 我很想去尝试LiveX这个计划 我建议所有人都可以来参加啦 因为其实只要你对于一个技术或是对于一个概念一个想法有一些好奇 其实我都觉得蛮适合在这样子的平台下发展 因为他毕竟不是要把你推向 你就是要做一个很完整的production 不是 你其实是在这边可以尽情的探索 尽情的去思考 你所care的事情 对所以我不觉得他会设限给谁 反而是通常都是自己设限给自己 这一次跟大宅合作我负责的是 所有跟科技没有关系的东西 理解创作的流程去梳理那个脉路 那从头开始去理解 我觉得反而比观看作品 有趣以及深刻啦 跟这些在座科技艺术的人取经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也可以不断的透过他们来修设你的作品 我觉得这个机会本身就超级难得啦 光是这两个机会就是绝无尽有啊 就是我想象不到台湾还有其他地方在搞这个 对我来说 它不是只是一个工作坊 它其实提出来的是一种 面对这个时代的思考方式 我感觉我感觉它能够均匀 也能够均匀 或许未来我们可以思考 在LabX富裕的这些好的点子 有没有可能给它第二次的再次富裕 有没有可能我们也让孩子们出国 让他们反向去国外 反过来让他们出国 去接触更多的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